热闹的西门丁行人徒步区 一到下午就会吸引摊贩进驻 不过画面中的葱油饼摊 却发生火警意外 刘锅旁突然窜起火苗 老板见状也赶紧以湿毛巾救火 不过现场街头艺人的行为 却意外引发踏伐 来看一段当时画面 在摊贩灭火之余 一旁街头艺人竟然拿火灾 当起题材开始即兴饶舌 甚至不断调侃摊贩 拿奶茶灭火也不见有人帮忙 好在最后一名女警出现 赶紧借灭火器来打火 才被酿成严重火警 而影片一出也让大批网友愤怒 直批街头艺人没同理心 忙着笑却没人帮忙 而侠区警方则表示 将针对摊贩违规摆摊 进行告发